郭台铭副手选赖佩霞 命理师扑郭赖佩下场 恐被他边缘化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 14日宣布 副手刘艺人赖佩霞担任 由于赖佩霞曾在政治剧人选之人 在浪者中饰演总统候选人林月珍 消息曝光后 立刻引发话题 对此 曾成功预测乌俄局势 桃源龟山威天宫关公 向遭大火焚毁将爆发灾难的台湾 易经预言家高玉林透露 过来配下场 恐慢慢会被灶浪者边缘化 又单引号 高玉林表示 针对能力八月可能的运势 情势 变局 请天公主赐一只欠诗 经直角 得到第52首人舞 千诗内容为功名事业本由天 不需见面欲玄玄 若问中坚持语速 风云际会在眼前 千诗故事为薛人贵回家欲盯山 高玉林透露 千诗显示 要注意坏 不一定是坏 好 不一定是好 并提醒 切记 得意忘形后的赶尽杀绝 针对郭台铭 赖佩霞这个总统组合 高玉林也依照千诗指引进行分析 赖佩霞今年是本命当忘年 金中奖最佳女配角 原本很有机会拿下 因郭的提名 小心惠名落孙山 如果有得奖 郭赖佩要恐提早解体 高玉林指出 郭台铭今日提出副首人选 能力8月很可能是郭 在这一次大选 最后的高光时刻 接下来 孔慢慢会被灶浪者边缘化 另外 高玉林提醒郭台铭 请注意健康问题 或是跌倒相关的危险因子 如果 发生不想发生的情境 幸有贵人相助而无碍 翻车 赖佩霞放弃美极恐来不及了 郭正亮报 参选要4个月是本国人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14日举行记者会 宣布副首为艺人赖佩霞 郭台铭也在会中透露 连他太太曾心盈 事先也不知情 就连赖佩霞的女儿谢佩恩 媳妇随堂事前也完全不知情 现在下巴掉到地上 而赖拥有美国 中华民国双重国籍也随之曝光 其团队虽说会尽快安排 进行放弃美国籍 不过前立委郭正亮指出 参加选举要4个月 必须是本国人 11月20日来不及 赖佩霞的父亲是明美军 在越战期间派驻来到台湾 并在21岁时认识将军家庄 担任保姆的母亲 两人交往几年后怀孕 但父亲却已经被派驻到越南 之后就全无音讯 所以赖事由母亲独自扶养长大 外界关心届时参选是否会放弃美国国籍 不过名嘴陈凤鑫今天在大新闻大八卦节目指出 参加选举要4个月以上的时间 必须是本国人啊 郭正亮也表示 问题是我不知道联署登记算不算是选大法 那个叫做参选登记 陈凤鑫强调 可是是9月14日啊 郭正亮则说 就是说11月20日来不及 陈凤鑫最后直言 不是啊 1月13日也来不及 投票日都不见得来得及啊 4个月 又单引号 对于赖佩霞是否能参与联署 中选会今天不愿正面回应 仅说所寻如为选物进行程序中的具体个案 或是属于假设性问题等请者 则中选会及所属地方选委会等选入机关 依法寻例字不语 以评论或回应 定依法办理选入 中选会表示 民众可先自行查找总统选办法相关规定 例如该法及规定回复中华民国国籍 应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 大陆地区人民或香港 澳门居民经许可进入台湾地区者 不得登记为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 致政府候选人资格之审定 立件应依法定程序为之 自数当然 感谢您收看孟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 让我知道你的想法